就讓這大雨圈都落下 下大雨 下大雨 又下大雨了 這雨下的好大 下的好大 下大雨 下大雨 又下大雨了 滿天都是雨 滿地都是雨 現在我們來到 奧運球這個時代 由於遇到這個時代 後面還兩位 自産自釀 部分的下大雨 有方便 在一個上海 暴走 黃 向北 南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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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部昨晚暴雨 陸港天后宫的庙城 变成了池塘 天宫炉海泡水 就是因为受到台风凯米的影响 氧化地区昨晚雨是加大 多个地区出现淹水 陸港天后宫的庙城 水深达到了膝盖高 详细的状况 年线记者詹妮婷 主播观众受到台风凯米的外围环柔影响 陸港的天后宫庙城 水深达到膝盖这么高 仿佛出现了巧石塘 而且当时雨还在不断地灌进去 那天宫炉跟供桌都被泡在水中 那庙房也紧急使用了抽水机来抽水 事实上彰化在昨晚雨是加大 六点到九点晚 短短的三个小时内 就下了高达160毫米的雨量 导致陸港市区多处淹水 那老街商圈的荣誉理事也表示 当时的暴雨是来得又快又急 才会导致天后宫 老街还有工会堂广场再度淹水 只能紧急启动抽水机加强排水 以上这件情形将全镜头交换棚内 好主播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台中市区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台中市区 目前就是呈现这样子 狂风暴雨的状态 而且这雨势大约从下午四五点开始 就是这样下雨势非常的惊人 也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路上行人 已经非常的少了 只现在零星的一些车辆 因为大家知道一出来一定全身马上都会淋湿 所以大家现在都完全不敢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雨势有多夸张 不然路面都已经开始有一点积水的状态 在台湾大道上大家都担心 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变成整个滑水道的状况 雨势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知道其实凯米台风 整个台风中心虽然已经离开了台湾 不过它的暴风圈还是笼罩着台湾的西半部 在中部地区其实下午的雨势就非常的惊人了 那其实消防队也陆续有接获 包含是树岛以及耗枝灯都有损坏的情形 目前警方也已经出动来进行交管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路上车辆还算蛮少的 因为其实这几天包含台风架的关系 外出的人就已经减少了 包含在路上店家也开得少 因此其实在路上车少行人 大家更是不敢出来 不过依照这个雨势大家担心 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淹水甚至淹到家里面 因此大家也都持续关注这个雨势 当然也呼吁观众朋友们出门也得注意安全 好了以上就是相产最新 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的主播 土石流泥流滚滚不断冲刷 居民撑着伞互相搀扶 小心翼翼前进 只见泥流已经淹到膝盖 还有人冒险穿越差点跌倒 这里是南投县信义乡 凯米台风袭来 经过一夜大雨 放眼望去几乎被土石占据 贵手也进驻紧急抢修 昨天晚上已下了太多 野兮土石流下来 把道路都冲破了 其中著名的东浦温泉区 连外道路头九五线4.3公里处 因为路基掏空 便桥也被冲断 导致东浦村连外交通全断 这还不是当务之急 居民担心的是连家都快要不能住 民众的家里 已经到我的膝盖了 布置道路泥水也淹进家中 桌椅家具通通泡在水里 尤其雨持续下水怎么抽都抽不完 居民抢救也来不及 全部都冲水了 但是我们是有一些东西 有稍微先马上 预先垫高了 小时候都很少台风有了 经过这边到中央山 麦就被破坏了 道路的中断现在有做变桥 所以昨天晚上就把我们的游客 包括我们在地的居民 现在都已经陆续的安全地撤出了 新一乡灾情严重 双龙部落连外道路 受到大雨和溪水掏空影响 路面破了一个大洞出现天坑 深度落差将近两层楼 警方互报拉起封锁线禁止通行 相公所表示会先填土 尽快抢通单线 而在台21线和台16线交接处 也发生边坡摊坊 目前全线封闭中 得等待重机具清除土石后才能通行 东森新闻魏红青在南投采访报道 凯米台风的威力有多恐怖 看看这画面 一辆白色轿车卡在家门前 就是因为水淹到半个轮胎高 根本动弹不得 这里是彰化20 看看水流速度有多快 黑色垃圾袋 白色塑胶袋 就这样从车旁飘过去 彰化傍晚淹起大水 20大淹水 民众拔腿涉水 有人冲进杂货店仓库搬货 就怕所有的通通都泡了汤 也有居民想要努力扫水 为的就是避免损失惨重 汪洋一片的是彰化深港 水淹的高度几乎要到了变电箱 停车场的边界就像是个结界 分了水路两道 淹水成灾 车辆想要经过 时速只能放慢到10公里以下 慢慢水路 看不到回家的路 但通往回家的路 就像彰化和美这样 水已经淹到了小腿肚 积水几乎冲进了民宅 门前柱子有团结的水流 看得人心惶惶 吓得民众赶紧移车 就怕一不小心变成了泡水车 因为在德美路上 水淹的高度就已经到了膝盖 车辆轮胎几乎都要淹没了 在彰化花坛 从驾驶车窗望出去 看到的几乎是绝望 这样该怎么下车呢 凯米台风导致暴雨 气机车要通过 其实真的很危险 危险的还有这 彰化路港多处积淹水 像是停在住宅空地前的机车 几乎都淹了半个轮胎高 跟着车辆向前行 仿佛是在一片汪洋上滑行 路港大暴雨 各地成灾 民众住家也通通都是水 凯米台风重创中南部 民众心中真的只有觉得苦 东森新闻中部中心 综合报道 滚滚溪水淹没河船 台风加上年度大潮 彰化浊水溪 溪水暴涨 水位持续上升 相关单位立刻到场 进行防护 堆起长长沙包 就怕溪水溃提 后果不堪设想 彰化靠海的大沉箱 水淹到救灾人员 腰部已上 警销人员货报 赶紧搬来梯子 协助住户脱困 考虑住户安全 大沉箱公所针对临近出海口的台西村 顶庄村 公管村 永和村 山脚村和谭前村 六个村预防性撤离 国军也到场协助 处来都会习惯 习惯的啊 习惯的啊 戴着日常备药 离开熟悉的家 连上满满无奈 国军弟兄冒雨救援 但到了灾区 问了住户 要撤吗 不少人选择守在家园 阿姨 阿姨 阿姨不乱惯吗 没有啦 因为我家里面还有动物 我们都看天气啊 看天气啊 所以没有要撤离 没有 我们自己注意小心就好 你都不乱惯吗 小朋友你都不乱惯吗 对 我也是可能 你都不乱惯吗 你都不乱惯吗 我都不乱惯吗 于是减缓 居民同样还在观望 两部军用车 备用先停进 顶庄国小 这陆境算是不客气 而撤离的民众 目前则被安置在大城国小 和西港国小 准备好满满粮食 要给居民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的新闻 陈永毅在彰化报道